爆炸現場附近 直擊到轎停在馬路口 突然開門 一名男子連滾帶爬下車 接著馬上一名女子 看起來完全沒意識 整個人倒出車外頭 男子大聲求救 路旁民眾在逃亡之餘 停了腳步紛紛回頭幫忙 而在事發現場另一頭 有神奇的事情發生 一名女子正跟朋友 在餐廳吃飯子彈擦身而過 在另一邊 一名猖皇逃命的男子 T恤破了一個洞 貼身的內衣還有些許血跡 從位置上看來 他似乎是將手機 放在外套口袋 才幸運擋下子彈 巴黎恐怖攻擊現場 影片陸續曝光 也讓這個13號星期五 成為最黑暗的一頁 記者綜合報導